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终的演化成了城乡融合发展 而不是以前的老的那个比较体现发展主义的概念 就是讲城市化或者简单的讲城镇化 其实这些概念的每一个对应的内容呢 都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有些差异的甚至是比较本质性的 大家知道城市化这个对应的英文概念呢 叫做urbanization 那镇就我们提出的这个城镇化 在英文中没有对应的概念 如果一定要变成英文 那就很可能被人认为是叫changlish 就是中式英文 那我们怎么翻译城镇化呢 那城镇化当然不是城市化 城镇化可以字对字的这种所谓信义嘛 就是字对字的翻译呢 翻译成tonization或者townshipization 它就不是一个urbanization的概念 因为urban指的是主要指的是城市 那城市另外一个概念叫city 那个是纯粹指的是市区的那个概念 那所以呢当我们讲城乡如何发展的时候呢 就应该说呢 它既不是过去的那个城市化 urbanization 也不是过去的城镇化 tornization 而是一个叫做urban rural integration 这样一个概念 我当然知道大家并不是都懂英文 我只说呢 这个我们无论说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等等 那它又总有一个对应的概念内涵 那当我们说城市化的时候呢 这个是直接使用了英文概念 当我们说城镇化的时候呢 因为它没有对应的英文词 所以呢很多学者呢 就直接把城镇化翻译成了英文的城市化 那似乎城市化跟城镇化是一个概念 其实这两个概念的差别还是挺大的 我提那么一个解释 请大家注意 城镇化正式成为国家战略是2005年 当时呢是胡锦涛同志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 他说那个那个2005年 我们是当时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 那十一五规划提出什么呢 提出要抓新农村建设作为国家战略 那这个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发展内容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叫做县域经济 就是十一五当时提出的这个新农村建设 有一个重要的建设方向 那就是县域经济发展 而当时提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两个大的支柱 一个呢叫做中小企业发展 一个呢叫做城镇化发展 也就是说呢 这个一般的中小企业进大城市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大城市的门槛过高 所以呢中小企业更适合的 应该是进城门槛低的城镇 那主要指的是县域经济内的县基城关镇 和县域的建制镇 建制镇呢 我们翻译成叫做constructive tongue 就是它是被建设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镇 tong是镇了 那我们当翻译成县的时候 我们县是叫tongship 那镇呢叫做constructive tongue 所以这些呢 其实就意味着县域经济内的 这些县基城关镇以下的镇 是更多的承载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载体 所以讲的县域经济要靠城镇化和中小企业发展 那因此呢 胡锦涛总书记当时就做了一个解释 说我们中国是要加快城市化 但中国的城市化 是要靠城镇化来实现的 这个例子就是说 我们并不能靠大城市化 尤其是不能靠那些啊 像这个这个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 过分发展大城市 于是乎呢 乡村衰败大量的 这个这个啊 平民 他在乡村没有安身之地了 他土地卖出了等等 于是乎呢 他就会大量流入到大城市的平民窟 世界上有很多大型平民窟 都是有名的 比如印度的孟买 那几百万人都居住在平民窟里 生活条件非常差 那往往也是黑社会控制啊 那也是盗匪横行啊等等 他就黄赌都泛滥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治理 不可能到位的这么一种状态了 所以那大城市呢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空间平移 集中贫困 集中到大城市的平民窟 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一个普遍的状态 所以为了避免这种状态在中国发生 我们有两个东西是坚持的 第一 我们是搞城镇化的 我们不能盲目的发展大城市 第二 我们是坚持土地 集体所有制的 不能轻易推行土地私有化 那这些呢 就跟新农村建设 当时作为国家战略出台有关 所以才有胡锦涛总书记特别强调 我们确实要加快城市化 但我们不能搞大城市发展 我们要搞的是城镇化 城镇化又主要指着 现役经济的城镇化 所以这个国家战略 讲城镇 小城镇建设等等这些 其实呢 早在2005年就居今15年前 中央确定战略的时候 这个问题呢 就已经很清晰的提出了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把概念混淆了 我们这个城镇化 是指的是县以下的城镇建设 而不是县以上的大中型城市 当然县这级现在已经很多地方都变成小城市了 就是说县这级的原来叫做叫做Central Town 那这个Central Town就中心镇呢 它现在大部分都已经变成City了 就是变成城市了啊 那这些呢 还有些就直接变成城市的区了 因为北京市它周围的这些区限就极个别的 基本上全都变成区了 这个大城市变成区这个现象呢 是普遍的 所以我们得说呢 恐怕我们得理解啊 大城市不是中国发展的目标 当然中国客观上 现在呢 实际上是大城市超前发展了 那大城市超前发展呢 带来了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 值得大家关注的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今天我们的登记城镇化率 也就是你在这个有 如果是农村来的 那你在这个城里打工半年以上 就按照居住地和就业来做统计 那我们这个统计的这个城市化率 已经超过60%了 那也就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大大超过一般的这个城市化率的这样 因为全世界城市化率大约在50%左右 我们已经超过了国际平均的城市化率 变成了一个相对城市化率水平比较高的 这么一个情况 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人都能够在城市稳定的定居 他们只是在城市里边有打工挣钱的机会 那我们的户籍城市化率呢 当然大大低于这个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 就是按居住地和按就业来算的这个 我们这个统计上的城市化率 那户籍城市化率呢 我们现在还仍然是不到50% 大概45%46%的样子 40几的样子 在这个水平上应该说呢 还有很多人是回得了 就是回得了家乡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得注意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一个超过60% 一个是40%几 这中间有百分之十几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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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呢 仍然是一个流动状态 这百分之十几的人口 对中国来说呢 至少就是一亿五以上到两亿之间 那就是说我们有大约 三亿左右的外出打工人口 其中呢 有大约一半到三分之二 仍然是可以回得去回得去家乡的 那就是说这两个指标之间的差别 差距这块呢 其实仍然是有可流动性的 那这东西怎么看待它呢 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城乡融合呢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我们现在面对着非常严峻的 按中央的说法叫做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战 那就是我们面对的这个 美国为首的西方 很可能会强迫中国硬脱钩 会在全球化的这样一个体系之下呢 实现去中国化 他们正在策划 比如说以这个西方领导的这个 被叫做自由民主国家 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冷战意识形态的组合 它叫做什么自由市场组合 或者叫做民主国家组合 他们已经完成了在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不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 那就说你不是一个他们阵营中的一员了 那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让这个WTO就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就不工作 另外重组一个所谓自由市场的这么一个体系 中国已经被WTO裁决为不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 当然WTO有一套规则就是你不作为市场经济国家 你要受什么什么样的待遇啊 这个待遇当然不公正了 就会造成你在贸易上的很被动 那不仅如此 人家已经另外做好准备去中国化 就是你们再搞一套体系 这个呢跟这个他们现在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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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呢 应该是完全不同 那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准备说我们要另外再搞一套 所以很可能去中国化呢 对他们来说已经完成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准备制度准备 嗯那再进一步对吧 那很可能就是跟中国打金融战 我们也都知道哈 这个对华为打的是技术战 嗯那特朗普总统发起的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也好 提高关税也好啊 然后强迫中国签订贸易协定也好 这都是叫做贸易战 那贸易战技术战接着该打的什么呢 金融战 那金融战就是比如像这次也已经通过 美国和欧洲都已经通过法律了 以中国啊全国人大 嗯这个搞这个这个香港国安法 以这个以这个为由 认为中国大陆啊 不能在这个保证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的地位啊 对中国大陆对这个香港的这个这个动乱啊 持的这个对策呢 他们认为是啊 反民主的是反人权的 所以他们就认为呢 对中国必须制裁 而这个制裁呢 在美国在欧盟都已经通过了 也就是你的法律准备也已经完成了 那就是中国硬脱钩 进一步对中国制裁 无论是打金融战还是打什么战呢 对他们来说 美国人已经说了 这在我们的选项中 没有是不可以用的 当然也包括军事选项 嗯所以这个全球化这次挑战 我们说这个叫做全球化解体的危机 啊过去呢 是他们主张要把中国纳入到他们的这个自由市场体制中 通过自由市场的建设呢 就认为中国会像西方一样实现西方的体制 发现呢 啊他做不到 于是呢对中国就要采取制裁 那就去中国化 强迫中国脱钩 这不是我们主观的 这是被动的 我们不在这个上面多花口 我们只是告诉大家 这叫做严峻的挑战 并且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挑战了 那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 我们如果继续按照过去加快城市化的方式 会怎么样呢 你们也都知道现在城市污染很严重 为了减少污染 环城是一片蓝天 我们现在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已经不再烧煤了 全部改用石油天然气了 而我们石油天然气超过70%要靠进口 那这进口呢 进口的这个这个占70%哈 那又其中有60%多吧 是要从这个红海经印度洋 然后经过这个马来亚海峡 经过中国南海 那要有大的石油天然气的运输传播给中国运 所以据说呢 有人说这个通过马来亚海峡的这个给中国就这些商船呢 说是大部分都是给中国送货的 送石油送天然气送各种产品 那我们吃尽原材料 一旦遭遇到西方全面制裁 强迫实现去中国化 硬脱钩 这不是我们要的哈 那我们的石油能源原材料各个方面恐怕都会受阻 这个受阻的方式未必直接通过战争 当然通过战争是一种方式了 更主要的很可能是靠什么呢 靠你不能用美元结算 中断了你的结算方式 那这个世界上大宗的原材料能源石油天然气等等 要用美元体系来结算的 所以他一旦中断我们的结算 那很可能呢 这个就导致我们大量的大宗城市使用这个为了使用清洁能源哈 那你必须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啊 那这个进口很可能就因为不能结算而无法延续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靠国内维持呢 我们沿海建立的这些储备库 就是石油天然气的储备库 维持不了多长时间 几个月而已 那这样呢 就意味着城市化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敞口 所以这次我觉得十四五有十四五规划 有一个很重要的不同 就以往基本上都把这个城镇化作为一个发展的重大的战略方向来强调 而这次呢 没提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呢 也没提GDP 我们要GDP增长多少啊 然后要没有 既不提GDP也不提城市化了 当然过去因为我们把城市化和城镇化混了 所以就提城镇化 这已经大大改变了啊 这个这个我们当时这个叫十一十十六届五中全会 就十六届五中全会的那个那次提出十一五规划的时候 那时候是讲的限于经济城镇化 那以后呢 就实际上变成了超过限于经济 其实就把等于把城镇回归到城市化了 所以呢 那在十一五以后我们已经连续用了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大约十五年左右 在大力加快的是大中城市包括特大城市在内的这种城市的建设 那这个城市建设呢 它至少能源 那同时呢 我们又是把产业集群叠加在城市带上 每一个省几乎都是以省会为一个中心 画一个一小时经济圈 然后把产业主要集中在这个城市带上 这一小时经济圈其实就是指的是 这个省可以把几个重要的中心城市 用一个小时的交通时间把它联系起来 这样呢 用高速路啊用什么来来联系呢 就等于在这个一小时经济圈的这个城市群上 任何产业的配套都能够很短的时间内实现 这样呢 节省它的仓储 节省它的运输成本 这个产业呢 整体竞争力就会提高 这个发展的思路无可厚非哈 在正常情况下 你没有任何这些所谓制裁啊 封锁啊等等 这些毛病都没有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干 有些甚至是在建立全球物流 用这个飞机来保证它的那个 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对吧 它的很多零部件是全球形成供应链的 于是问他们甚至是尽可能利用这个航空条件 来形成全球的这个产业的布局和全球的供应链布局 那产业链布局和供应链布局全球化的这个这个安排呢 它往往会导致运输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如果一旦运输中断了你的物流链就断了 物流链断了产业链就断了 这次疫情爆发已经很很大程度上给了人们一个警醒 就是你不能再按照过去那种方式去思考问题了 一个一个疫情还不说冷战 还不说人家有意制裁你 仅仅就是这个自然界发生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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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新冠病毒就足以打断全球的供应链 就物流断了 这物流一断产业链就断了 这西方为什么现在它的增长率始终出来呢 就是因为这些国家还在疫情的打击之下 他们很难恢复过去的供应链和产业链 比如说这次全球化挑战 显得中国又是一枝独秀了 中国很快控制住了 第三季度开始正增长了 然后呢大量又出口了 世界各国都不能复工复产 所以更多的需要的是中国生产出的产品 但这个东西对于全世界是个打击是个教训 对中国也同样是个教训 很可能当中国只能就是大家眼睁睁看中国一枝独秀的时候 又不能承认你们这种国家应该有优势 在他的思想意识形态在他的理论上 乃至于在他的政治制度上 中国都是一个不可以被相容的 美国国务院的一个官员不是讲的很清楚吗 他说这个啊我们过去在老的冷战时期 那时候是苏联跟我们的矛盾 但是苏联信仰的是西方的思想 因为马克思是西方的犹太人 但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激进思想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思想 所以苏联信奉马克思主义仍然信奉的是我们西方的思想 是这个体系 所以我们跟苏联之间并没有说必须谁灭了谁的这样的矛盾 当然这个他过去不是这样的 过去你死我活的 好了即使苏联放弃了共产党领导等等 那现在苏联仍然是俄国仍然是他的主要敌人之一 只是最近才把中国变成第一的敌人 过去一直是把俄国当成他的主要敌人 好了那到他说到了俄国人这个跟美国之间的矛盾 他说俄国人仍然是斯拉夫民族 他是我们西方百种人的一支 我们还不是那种必须是谁吃了谁的那种矛盾 就是不是必须激烈对抗的 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 但是中国崛起就不一样了 他们代表的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文化 他们不是我们西方的白人这个体系 因此我们不能让中国崛起 不能让东方这种文化变成世界的主导力量 这个东西呢 其实搓到根儿 其实有点种族主义了 当然他没有宣布他是种族主义 但是本质上就带有这种种族主义的特点 那因此呢 对中国的这个打击啊 就绝对不可能是因为 你是否放弃马克思主义 你是否放弃社会主义 对他来说你是另外一种文化 你是另外一个人种 你们不能成为世界的主导 我们当然并没有想成为主导 我们只是说大家共存共荣好不好 习近平总书一再讲太平洋足够大 融得下中美两个国家 然后说我们人民应该是实际上 友好的交友好交往 大家应该是互通有无的 但人家不这么看 人说你不能崛起 就是你当一个普送国家 跟着人家后边啊 提鞋本 那可以 你要是想成为一个跟他平起平坐的 大家是可以说共荣 共存共荣于这个世界上是不允许的 我们不想当领导 那也不行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过去大城市超前发展 大量使用了海外的能源和原材料 无论你是这个这个这个啊 炼钢铁啊 你还是用水泥 还是用什么这个呢 所有的一切原材料 大部分 乃至于乃至于你这个农产品也是 很大程度上进口量占比越来越大 那这种发展方式 就是人们脱离乡村社会 进入城市变成城市生活 这种方式 尽管有利于增长 那城市相对有规模吗 能集中吗 它能创造GDP增长 所以你看我们这次既不再强调GDP 又不再强调城市化 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为啥呢 就是要保住我们练好的一工夯实基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才能维持国家的基本的安定团结 也就是说 我们是一个稳定发展的条件 我们不能单纯就追求增长 不顾安危 这牵涉到国家综合安全 所以不再强调城镇化 这个有些同志不理解 认为你看我们本来应该是靠着城镇化 大量人口进城 带动城市基本建设 你看啊需求还能不断增加 然后我们还能进一步维持高增长 这你们看你们现在进入这么低的增长率 似乎是对中央现在的政策呢 有些不同意见 我觉得这个正常 大家算的是经济账 那你算算 那个国际安全账 算算综合安全账 我们就不敢这么简单的说 我们一定要坚持继续走过去的神圣化道路 这是我觉得安全方面 更为重要的还有另外一方面呢 大家可能没太关注过 我们从2005年本来是要加快中小企业和线以下城镇化 结果没想到还是资金大量的涌入大中城市 然后各地都在拼搞这个城市群 然后产业集群 然后怎么就是这套东西 他没没挡得住 就是这个战略并没有在中国实际上落地 大家还是在以GDP竞争吗 就追求这个高增长吗 于是只有这种方式增长高 但是带来了严重的破坏 就是我们本来2005年要转型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污染已经很严重 结果呢 这十几年 大概这15年期间的这个大力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这种 以这两个东西来支撑现代化 这么一种发展方式呢 客观上造成的什么呢 污染越来越严重 各位如果有兴趣查一查 网上有的是中国的污染地图 那就是在东部的城市带 工业化高度发达的这些 所谓沿海地区 它的污染是最严重的 那这东西呢 遭到一个什么大的挑战呢 就是气候的暖化 每当气候暖化的时候 注意哈 我们这个国家三级台阶的地理分布 这个大家上过小学都懂 我们东部又恰恰是平原地带 那工业城市都主要其中的东部 那污染就重点在东部 那这个气候一暖化 从南方向北推的这个暖湿气流 就把在南方已经形成的严重的污染 推过长江去 推向大华北 那推到哪 他推不动了呢 就是北方的这个蒙古高原的外源 这个阉山山脉 再加上啊 黄土高原的外源是太行山脉 他构成了一个L型 这个这个L型 阉山山脉 太行山脉 南方推过来的这个厚重的污染 大气污染 这个它是个混合污染 停在了这个这个上面下不去了 就不能再往上推了 上面他推不动了 这个空气本身是浑浊的 是沉重的 对吧 它是个物理现象啊 他好了 推到这儿 被烟山太行山一挡 他走不动了 就覆盖了整个大华北 所以你们看从邯郸往北 一直到唐山 这一大片 包括北京天津都在内 石家庄啊 宝定啊 全部都在内 那这一带就变成了中国的重污染带 那这个时候 尤其是你们知道这个北京 那可是啊 这个这个CBD聚集了世界非常 这个雄厚的资本力量 对吧 那我们这个就是党政军核心机关所在地 那就是不论你是贫还是富 不论你是贵还是贱 不论贫贵贱 大家共同来分享 这个严重的污染 一度呢 北京曾经啊 一年三分之二以上 是污染TMT 就是这个PRM2.5严重超标 那PRM2.5最严重超标在哪呢 石家庄保定的一代 最高的能不能好几百 这种这种概念 详细不说了 反正总之这个污染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污染呢 当然就造成什么呢 造成整个水啊土啊气啊 都不再可持续 子孙后代将没有资源可用 这这且不说 当代人直接受害的 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 癌症迅速增加 于是乎呢 现在像什么 尤其是像肺癌这种呼吸空气造成的 这个肺癌呢 已经成了北京近乎第一大杀手 华北地区我估计也差不多都排在前三位吧 总之呢 这些肝啊肺啊肾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人体的器官 就在这个高污染的条件之下 造成了严重的这个伤害 那这些呢 当然都进GDP 对吧 你造成污染 你也进GDP 你去采取某些技术手段 你再消除污染 也进GDP 那人 对吧 吃了各种各样的不安全 喝了不安全的水 你是GDP 等到你得了病 你再去医院看病 带动医药行业的发展 还是GDP 所以这个GDP就肮脏的 代价巨大的 你要这个GDP吗 有时候中央早在2003年 我们说新农村建设提出啊 这个城镇化战略 新农村战略等等 这些战略提出之前 2003年就已经明确强调 我们今后要改为科学发展观 但那个时候各地正在追求这种粗放的数量增长 方性为爱啊 最重要2003年 就居今17年 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并没有被得到贯彻 当时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的提法 就是放弃单纯追求GDP 现在终于疫情之后 无论是今年两会 还是这次五中全会的公报 都不再强调GDP了 并且呢 考核也在改 组织部啊 人事厅啊 对各的各个不同单位的考核 也正在调整 南方 比如这个浙江 我们都知道是生态省 浙江人家已经改 要改这个很多地方已经改了 改GEP 就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啊 我们这个GDP不是不是这个啊 这个生态总值吗 他是国内生态总值 改成这种发展方式的考核了 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不能再用过去加快大城市啊 大量的集中人口进大城市啊等等 这种发展方式不是对错的问题 而是他的风险过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说先要用点时间给大家把这个为什么城阳融合发展变成这么一个重要的战略 嗯 那他怎么回事 他怎么演变过来的 那因为什么演变成这个东西了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概念做点解释 那接下来呢 第二点呢 我想给大家讲讲啊 我们这个政策讨论的由来 为什么过去是城乡人结构 为什么后来强调城乡统筹 嗯 为什么又后来讲这个又又变成 城乡融合 这个他这个一步一步的变化 他是怎么来的 这一点呢 也希望大家理解 这样呢 我们可能就会明白我们啊 面现在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好了 大家应该知道建国之初 中国没有城乡之间的界限 1949年 建国之初 我们是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下 这个影响非常重要 因为1948年国民党的这个 币制改革 就是把过去的法币改为 以美元作为发行依据的金元券 美金来发行货币 发行中国的货币就叫做金元券 我们承认美国的美元可以兑换黄金吗 美国自己1944年也提出 美国保证任何发出来的纸币 都可以固定兑换率来兑换成黄金 所以那个40年代战后呢 这就是叫做美金了 美元相当于还金 中国当时利用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援助 向美国借了4800万美元 那把它作为一个基础来发行中国国内的货币 这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顶层设计 他的这个深改 金融深改 就是这么搞的 结果没想到不到四个月就失败了 你们看建国大业 可能其中有一些这种这种描述 各位如果有理论偏好的 可以在网上搜到我们一本书 叫去一复 讲的就是建国初期这段经济危机 怎么回事 那他48年搞他失败了 这一失败 国民党金融体系崩溃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的纪录片 上海人用黄鱼车 就是那个三轮车带个斗 乘车的运钞票 到良店去换一袋米 那个时候恶性通胀非常严重 所以呢国民党金融垮台了 恶性通胀了 民不聊生 比如说他叫金融先垮 那财政也不能靠金融来维持了 那军队呢就垮了 所以我们说国民党是现代金融经济和现代财政体系先垮掉 接着是现代军事体系垮掉 这现代化对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对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一个重大的教育就是灭顶之灾 那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 不管意识形态叫什么名字吧 总之你面对的是一个通货膨胀之下的烂摊子 就留在城里的很多人是没有生计的 因为城里边这个经济基本上垮掉了 他就没有就业啊 在这时候呢 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8% 那一解放 大量的精兵检政 上百万军队 结甲归田 遍地英雄下吸烟了 所以这个时候城乡是没有什么二元结构的 也没有体制障碍 你只要在城里边 能就业 你当然就进城了 你要是个能工巧匠 你也许还能开个什么作坊和店铺 但是城里没有就业 顶多是有点什么教师啊 什么修水电的呀 或者是什么修马路的呀等等 这些公共设施需要点人 这些呢 就是新中国政府把他们包下来了 那其他的大量的企业是倒闭状态的 就没法安排工人就业 所以我们当时就连同这些公共部门的 这个这个搞修理的呀 搞建设的这些都算工人的话 我们的工人总人口占比 占全国比重不到5% 95%以上不是工人 也因此呢 就是说你在城里边的这个城市人口是非常少的 只有12%的不到的 11%到12%之间 就算大数吧 12%城市人口 88%农村人口 农村人口可以进城 只要你能有业可救 也没有人挡着你 嗯 那接着1950年爆发朝鲜战争 苏联为了就近支援朝鲜战争的需要 大量向中国转转移进来了工业 整个厂搬进来 这样的有156个苏联转移到中国的大型项目 那中国自己配套680多个大型项目 那于是乎呢 就合计起来呢 大约有800左右的这个这个这个工业项目在城市建设 因为你说工业项目不下乡 在城市建设的这些工业项目就需要大量劳动力 首先得是进城去挖修马路挖土方盖厂房 就干这些重体力活 于是后呢50年代从1950年一方面打仗需要人 另外一方面的城市工业建设也需要人 这时候城乡是开通的 就有了2000多万乡下人的进城 尤其是那些有点能耐的啊 会干点工匠的 这就是比如泥瓦匠啊 对吧 木工啊等等 你就大量需要 还有很多的青年人呢 也是进城去学了各种各样的能力 比如大家都知道雷锋叔叔啊 这个是个中国老典型 雷锋是什么呢 尽管他身材不到一米六 很低 但是他积极享用号召啊 加入城市建设啊 所以他就当了什么推土机首 这个就是那时候大量需要人来老人来进城 他原来农村个苦孩子呀 他就年轻 积极耗学上进 就加入到城市建设之中 后来又当兵 当了这个汽车班的班长 因为他原来有技术啊 有有手艺啊 这样 所以你们看整个五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大量农民工是进城的 什么时候二元结构了呢 大家知道是1958年 什么道理呢 是因为1955年 当中国大量接受苏联援助以后 我发现你看这么多的苏联的设备 什么苏联的工厂 苏联的技术 你谁来管呢 我们没有培养出这么多人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革命的大部分农民参加的 对吧 那农民的集中大部分都是文盲办文盲 所以当我们这个解放以后呢 发现干部队伍中的很多人都啊 文化比较低 对吧 参加革命了才学点识点字 这时候怎么能管现代工厂呢 于是我们就当时从苏联请厂长 请工程师 请技术员 请苏联的技术工人 这叫花费极大的代价 一个请苏联来一个厂长 你得支付中国的国家主席的公司 苏联还得要双份 总之呢 这个阶段呢 就是当然你的军队也全部换张 变成苏式装备的军队了 那所有的苏式装备的培训教育 就是你这些军官 特别是高级军官 就全都要进苏联的军校 那政府高官们 尤其是管经济的 那更是得苏联培养 就是那时候我们的海归是苏联海归 当然也包括其他东欧国家 于是乎呢 整个上层建筑 高校 科研院所 这个工厂的领导班子 技术班子 就全盘俗化 这好不好呢 这就是个争论 因为你这个毕竟是个 被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欺负 这么上百年的这个屈辱的这么个过程 这好不容易通过三四组定位战争 我们就叫独立战争 解放战争 我们是革命打出来了一个独立政权 这时候 是不是就要 有主权问题呀 是不是主权如何维护是个问题了 所以55年56年 中共讨论 认为呢 在经济上 我们已经依赖人家了 改不过来 军事上也依赖了 那我们唯一能够保持 做一个主权独立的标志是什么呢 就是党 不是儿子党 党籍关系比于平等 可以说兄弟关系 但不能是 父子关系 比如说1956年 事件不是把那个 人家给这个 出兵把人家给 给控制了吗 中国共产党呢 就表示不同意见 说你们 不能这样对待兄弟党 我们不公开的表示反对 但我们必须提醒苏联共产党 你不是老子 别的党呢 也不是儿子 把这个观点表达给苏联共产党了 这就激怒了霍鲁晓夫 1957年以后呢 苏联就不再对中国援助了 就改为 你给我什么 我给你什么 那我们能给他什么 他只要我们两种 一种是我们的农产品 要一种呢 是要我们的稀有矿产品 这个就 1957年一改 我们就突然发现 我们手里没有能够给那么多东西给他 稀有矿产品我们自己要用啊 当然给他也 也是也是一种还债 交易的方式 那我们更多的要靠什么 靠农产品 那农产品呢 就得有更多的劳动力 回到农村去 从事农业生产 这个时候呢 苏联给我们的援助开始下降了 那我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建设能力了 于是乎呢 就开始啊 从1958年 说我们要建立一套制度了 这就是所谓户口制度 再进劳动力就按计划来了 已经进城的呢 用不了的还退回去 所以从58年就开始有一批已经进城的农民逐渐退回了农村 那接着到1960年苏联把投资全撤了 然后把技术专家啊包括管理部门的那些全撤了 中苏两国进入到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了 那这时候呢 你就没有投资了 没有投资工业化就就等于是半停半不停吧 反正是停止状态了 就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了 不需要人来挖马修马路啊 啊这个挖沟啊 建厂房啊等等这些都停了 停了很多 我记得我当年这个在全国各地跑的时候 我原来是个汽车兵 我们到时候跑的时候呢 很多地方都是有那个水泥的框架建起来了 在地里吧 但是呢 没有没有继续 那就是当年我们啊 这个工业化高潮的时候所形成的那些厂房框架 后来就又又变成农田了 这些道理导致我们推出了一套办法 那就是户籍制度隔绝了城乡之间的人的啊 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自由流动 很多人批评啊 现在很多人都说你这个城乡二元二元制度是个落后的错误的制度 那当年是没有好办法 不仅如此啊 这个你们如果看陈云文选 陈云在东北曾经工作很长时间吗 陈云当时是国家副总理 分管这个计划工作 他呢在60年前后呢 就做了好几次 但我印象里做了三次讲话 就讲说我们现在不仅是农民不能再从农村来了 我们还得把城里的人 特别是青年不能就业的青年人 送到农村去让他们生产自救 否则的话啊 我们等于是要花两道成本 我们从农民那儿去征粮食 征购农副产品 要花一个巨大的成本 你才能完成这个征购 因为你城里边有相当多的人 没有劳动啊 没有就业啊 那接着你把征购到城里来 再计划的去分配到每个人头上 这又是一道成本 说我一起花两道成本 不如让这些人下乡 直接就在农村参加劳动 他至少可以自救 这样我就 我减两道成本 不用征了 然后再发下去 这不是等于两个工作程序吗 就他就讲了多少次 讲他这个道理 于是农村1960年开始 我们就大量的城市的知青下乡了 我记得那次的几百万上千万 我具体数我不记不清楚 总之呢 我们那次遭遇到苏联撤资 苏联强迫中国硬脱钩的时候 那那次的代价呢 就是出了一个成乡人员结构 大量的已经进城打工的农民返乡了 那在城里不能就业的城市青年呢 也得送到乡下去 那就叫做啊 这个第一次 安下乡运动 60年开始 所以我们客观的看 城市二人机构成型于什么呢 成型于就 早期成型于 苏联对中国的去中国化 苏联强迫中国的硬脱钩 那发生在1960年 那现在2020年 对吧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那现在是美国开始要求 中国硬脱钩 开始去中国化了 那会不会再出现一次紧张的情况呢 不管将来真的发生什么 我们现在至少要有思想准备 并且要有战略准备 有政策准备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城镇化 我们得理解过去 他那个二元结构是怎么发生的 我们现在已经过快的进入了城市化了 那当危机再度爆发的时候 就城里边没有就业机会的时候 你如果这些人回不去 不是城乡融合的 而是城市造成乡村的衰败破产的 城市大量占用乡村的资源呢 对吧 就是以征地为例就是这样啊 城市过多的占用了乡村的土地资源 那你就导致你的农业产出下降了 城市过多的占有了农村的劳动力资源 就弄得种地的就剩老年人了 这种状态行不行呢 当然不行 正常情况下也许还能维持 但如果在特殊情况下 特别是危机大爆发 人家人为的逼迫你硬脱钩的时候 苏联人干过呀 难道仅仅只是苏联人干过吗 美国人也干过呀 美国人1950年不就干的是中国硬脱钩吗 因为朝鲜战争啊 到1989年又干过一次 1990年中国又进入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啊 对吧 美国人1950年干那次的时候 是一照1970年 他准备访 尼克松当时总统准备访华 比如说1971年派基辛格来中国 说是让他给毛泽东送个大礼 对中国的封锁禁运 也就是说那个封锁禁运从50年到70年 先后经历了20年 就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跟中国的硬脱钩 那接着呢又是60年 苏联带领东欧国家跟中国的硬脱钩 就很多人说中国当时对罗马尼亚 阿尔巴尼亚 南斯拉夫等等少数几个欧洲国家啊 这个有援助啊 有什么这那个的说你这么穷 你还是中国当时只剩下这几个啊 欧洲特别东欧的社会国家仍然对中国不不不不封锁 比如我们当年用过南斯拉夫的化肥 那就是南斯拉夫跟我们还有还有这个技术上 经济上各方面的政治上的往来 所以我们客观就是今天的很多人从现在出发去评价过去 他们缺少脑子里的脑子里面缺少这个历史知识 好了我们补上一点就说明了 这个东西是在一系列的跌宕起富的啊 这个发展过程中所遭遇到什么问题 你得啊 这个愈合架桥 进山开路 你就得这么一步一步的走出来 所以我们看呢 那五零年美国人制裁中国 那就全断了 七零年才才恢复 七零年提出恢复啊 七二年才真正恢复 那苏联人呢 是六零年做过一回 当然以后就再没有机会再做了 那美国人做了第二回什么时候呢 就是一九九零年 一九八九年提出 九零年美国带领西方外资全部射出 中国呢就在九零年开始进入萧萧阶段 整个九十年代我们都是跌跌绊绊的 这个六十年代全面贫困 有一拼 六十年代也是因为没有就业啊 我们九十年代不是大量的国企下岗吗 在座的各位你们在东北地区 当时东北地区就是失业下岗重灾区啊 当然你们今天看看不到 为啥呢 如果做学问你看统计年统计年建 这都不算 因为统计年建上写的概念叫做登记失业率 我们当时这些叫做下岗再就业 不叫登记失业 或者叫做什么叫做再就业 或者叫什么下岗待业等等 我们创造了各种概念 他就不表现为失业 所以你今天看当年的事情 一九六零年看不出来 看一九八九年九零年 你也看不出来 你要看整个九十年代 其实四千五百万国企之工 实际上失业 当我们把他叫做下岗再就业啊 或者叫做待岗培训啊等等 所以他并不进入登记失业率 你看不到遭地方制裁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遭遇过什么样的重大代价 也就不明白 现在中央为什么不再那么强调城市化 尤其是我们不仅不强调城市化 我们连城镇化都不强调了 我们说的叫做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为什么不讲不再像过去以自为本了呢 以人为本的这个城镇化 以人为本什么是提出来 1999年江泽民提的 那到现在还有效 中国这个国家这个制度 对吧 他之所以有竞争优势 就是他一代接了一代干 他不翻烙扁或折腾 那不像美国两党斗争 你你要想上台 你一定要把对方说的抹得黑的 就一点好处没有 所以他折腾啊 那当然我们有些人喜欢折腾 就是你看人家多好 人家你看 人家翻烙扁 那你这不翻烙扁 所以江泽民提出的这个以人为本 到现在还提啊 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现在还提啊 连生态文明 都是人家胡锦涛2007年 在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中国发展理念 叫做生态文明的发展理念 到习近平这就变成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他一代接了一代干 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这个体制 他就不翻烙扁不折腾 一代接着一代干 他才能够遇到困难 我们说啊 逢山开路 遇水架桥 你才能够遇到一个困难连续去解决 对我们客观的看的这个情况 大家也都知道啊 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这个 中国当时就是怎么从一步一步的 遭遇到当年这个没有工业发展的时候 那你的城市化退回去 所以1960年其实这个陈云讲的道理呢 就是退城市化 也就可以叫做逆城市化 那你加快城市化了 这个没有问题 但你到了60年代 你就在逆城市化 而这个现在呢 就是这个这个当你这个城市化 这么加快发展的时候 对吧 我们到了新世纪 不是这个开始加快城市化了吗 其实我们从95就开始加快城市化了 到十一五本来想调 调成城市化没调成 继续加快城市化 那这个加快城市化呢 导致今天资源环境条件都不可持续了 再加上全球化挑战 特别是西方要制裁你了 这时候我们就得调 所以你们看这个中央调的方法呢 提出叫乡村振兴战略 当年调的叫新农村建设战略 现在的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也是20个字 新农村建设也是20个字 那这个20个字互相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说明我们还是就是胡锦涛提出的新农村建设 20个字到习近平乡村振兴还是20个字 大体内容不变 不折搬烙饼继续干下去 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说假如啊 这个90年代初期遭遇到西方制裁中国 西方资本全撤 导致了这个中国出现了磕磕绊绊这样一个阶段 那我们现在呢2020年呢 恐怕再度面临西方对中国的悬面制裁 可能发生的情况呢 比以前还要严重 所以才有中央提出我们面对全球化挑战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既然前所未有 那我们可能遭遇到的困难 比上一轮90年那次制裁 比60年那次制裁 比50年那次制裁 比这几次 我们至少已经有三次大规模制裁了啊 我们至少比那三次制裁恐怕形势要严峻的多 所以不考虑到这些这些巨大的风险敞口 一味的直讲发展 那叫做典型的激进化的发展主义 所以有些人拿出说 小评论说了发展是个硬道理 但是硬发展没道理 没背条件的时候 你石油天然气断了 假如美元结算 你给也给你断了 你怎么发展 你这时候只能叫做严守底线 练好内功夯实基础 然后你以乡村振兴战略 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仓石 乡村振兴战略里边包括着城乡融合发展呢 因为乡村振兴战略里边提出了 鼓励市民下乡 与农民联合创业 因此在这里边 当我们讲小城镇的时候 前不久 上个月吧 我想想 其实这个月 在这个月十几号 我在贵州 赤水市 一个一个就是离四川不太远的一个地方 这地方去了一个也是个全域旅游的这么一个城镇 这个城镇资源风光非常好 那他在做什么呢 他在做他这个镇的规划 那镇党委书记跟我一路走一路就讲 说呢 说我这个镇的规划 以三万五千人口为人口承载的极限 说我是把我的生态资源环境 特别是水 这地方贵州大家都知道水好 所以出了好多酒厂嘛 贵州他说我这个水特别珍贵 我这水的水源很好 但我这个水呢 顶多维持三万五千人 超过了就要污染 而城里人呢 他的水的消耗比农村人要多十几倍 甚至有些呢 那些比较什么的特大城市 他是农水消耗的二十多倍 所以他说我这里得有有有思想准备 他现在多少人呢 他说我现在这个城 我这个整个全乡镇一万人 我这个镇区所在地只有两千人 那为什么你要做三万五千人呢 他说因为我的地方生态环境这么好 肯定会有大量的城里人 要到我这个城镇 到我这个镇上来生活 我这是个养老圣地 我这是个健康圣地 谁想康养 谁想受养 你们到我这 他还是山竹鱼的那个 这个盛产 而山竹鱼呢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人的这个 医养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三养圣地 就是康养受养医养 这三养对他来说就是他这个城市的主要内涵了 他说我针对着我能够有提供的这些生态环境 这个条件 那我们可能吸纳的外来的城市人口 在我这大约是三万五千 他说我还要打出一点余量来 因为受养是要常住的 康养呢很可能阶段性住 医养呢也是可以阶段可以常住 他就算下来一个三万五千人口 这样一个全域生态资源的 这个统筹规划系统开发 形成的是这么个 我非常欣赏这个这个镇的这个设计 因为他不是只为我本地这个一万两千人口 也更不是为我本镇这两千户籍居民 我为的是未来 那么多人将来会追求健康养生 那这些人会到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 我这就是养生胜利 他是对这个来发展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是度假区的 你们就得想着一定要考虑你的生态资源环境条件 到底是什么 做现在的很多地方开始就做调查研究 我就改变了过去的那些讨论问题的方式 就咱们接下来就得讲一讲 我们这个城乡融合发展 和我们这个啊 这种城镇建设 那到底有哪些我们应该考虑的发展内涵 前面就跟我们有有有其他老师 跟他们交流意见 我说呢 你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在海南要讨论 要开个会 我就跟他们建议 我说海南是中央确定的国际岛 就是自由岛的对国际自由开放 我说因此海南的整个生活环境 热带的这个养生条件 他要卖给全世界 什么人呢 当然不是卖给全世界的穷人 因为穷人来不了 只能是卖给全世界的高净值消费客户 谁能出得起最好的价格 来消费你的最好的生态资源 蓝天白云 碧海 星空 谁能消费得起呢 你就卖给谁 所以海南现在出台的是什么呢 是吸引社会资本下乡的优惠政策 那其中就是那些能有就有投资能力的人 他说你如果要是到我的农村来建设 你想变成我的农民身份 那什么条件呢 你在我这连续五年 每年创造六十万以上的增加值 你就可以在我这个村里面落户 享受村民待遇 那你就可以得到宅基地 你可以得到耕地 你是跟他一样了 这就其实等于是我们过去 大家知道农民追求农转飞 有农业户口转为非农户口 现在呢 其实它对大家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政策 你们追求非转农 非农户口转为我农村户口 我给你同样农民的待遇 那你得多少呢 五年六十万 五六三三百万 想想 这个农民户口 过去我们一个农转飞的户口 一般情况下多少呢 八千到两万 好一点的比如东部发达地区 多少呢 四万 现在你想变农民户口 三百万 什么这个这个 翻天覆地的差别啊 真是了不得 我这么举个例子 这么一说哈 当然并不一定就是这样 就是简单举例子 我在这个前不久 在在福建的一个比较 有一定的海拔高度的地方 跟他的县委领导自谈 我说我今天问你的问题 是山多高水多长 你要想发展你这个地方的经济 他这也是一个全域生态 呃 规划做的比较好的地方 我走到哪都讲 讲究这个道理 就是千万不要 把习总书役所说的山水田林湖草 切开了 你要做就做全域生态的统筹规划 这是今天重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没有这个重要前提 你很难真正发展起来 当然我刚才得补一句哈 我刚才说海南那个卖给高高净值消费客户群 这是一个概念 只有这样 他才能使当地农民得到更高的财产性收入 因此别理解错了 我并不意味着你要剥夺穷人 我是当地的一般收入的农民 会在这个过程中间也长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或者叫中产阶级 很多这个就过去是大城市郊区的农民 因为他的土地金贵啊 那么劳动力也值钱了 比如说大城市郊区的农民迅速 从原来的下层收入群体成长为中产阶级 不用说好坏对错哈 这个用某些意识形态 很可能就认为就认为这个不利于穷人 其实你帮着低收入人群变成中等收入 到底是改良进步啊 还是退步啊 你去问问农民 农民当然会认为这是进步 所以很多地方都说 农民都在卖地是不错 当他有条件卖地的时候 比那些边远山区没条件卖地的农民 他的那个收入增长速度是很快的 只不过是我们如何要考虑 在他收入增长之后帮他们形成合理的组织 来合理的运用他的资金 使他维持长期的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 而不至于短期内造成某些 投机性投资 然后导致失败 这些呢我们今天不是主要要谈的 我们只是说补一句哈 别以为我说了高净值消费客户 这个群体我一般都是中产阶级 特别是中产阶级的中上层 不要以为我就是倾向富人 我说在这个过程中间 原住民 比如海南岛的原住民 他的财产性收入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 并且我们现在帮助他们做的设计呢 就是如何使他维持长期的稳定的财产性收入 使他们所具有的 这个已经达到的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地位 不至于抖胀抖降 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考虑的 也就是说改良政策呢 它不是那么激进的 所以我们任何反对我们的意见呢 我们都愿意接受 我就多个多一点解释防止误解 那当我们说到这个这个这个 我刚才讲这个第二个例子哈 就是这个这个跟这个县领导座谈的时候 我问他山都高水都长 讲的什么道理呢 就像我刚才说的贵州那个地方 它是个最好的养生之地 它的水好 山也好 景观非常漂亮 那他 那个镇的书记呢 他做了一个三万五千人的规划 那是一个对他痊愈生态资源做了规划以后 认为他能够承载三万五千人口 这是他的极限 那我问了另外一个山区县的这个 这个书记县长啊 这个领导班子 我就是你的山多高水多长 他听了什么意思呢 我说我问你这个你这个山区的平均海拔 这个线的平均海拔是八百三 说招啊 我说这叫做八百线 八百打这个概念 不是电影哈 不是那个上海那个仓库的电影 八百什么线呢 是人的生命和自然界整合为一体 得到生命修复的这个海拔高度的这个这个地理带 从八百到一千这两百米的海拔高度之间 所生成的自然界的万物因昼夜温差大 而这个使的作物呢 品质好于八百以下 其实六百以上作物品质就在大幅度提高了 到八百以上到一千以下 恰恰是这个气候带上 就这个海拔带上 这个气候上 这个气候条件下 这个海拔带所形成的作物呢 它的品质是比较优良的 比平地上的作物品质要好得多 我们只不过去没有这概念呢 所以我们就没有善于把这个 这一带当成是养生带 所以我们说八百以上一千以下 这个养生带 因它作物品质好 而气候也好 对人的生命是最好的条件 可我们过去在没有讲生态文明 没有讲城乡融合 没有讲城镇化等等 这些道理之前 有谁会理会这个海拔八百米以上的 这些资源环境条件呢 没有 我们只是追求平地上 好了圈一块地我好盖个房子 变成房电闪商 或者圈一块地盖个工厂 我好变成开发区 我们过去的增长方式是这样 那现在呢 你就得考虑我这山多高才是适合的呀 有些地方未必八百 有些地方比如七百就很好啊 那这只是南方啊 这个这个可是长江以南 属于亚热带地区 就是北温带到亚热带之间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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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区 它是 这个养生最好的地方 到我们现在 比如说北方 你不是这个长城以北了 那什么带是 长城以北大部分都是冷凉气候了 冷凉气候只要降水相对比较合适 那冷凉气候呢 就在长城以北 基本上就属于冷凉气候 它的品质就优于南方 当我们过去北方的这个 这个搞农业的同志 他们比较不太在意这些概念了 所以就北方的农作物呢 没有很好的卖出个好价格 这是我们过去的 被习总书记批评为粗放的数量 增长 我们只要产量 只要我产量达到了上级一定满意 然后给我一个 评个奖啊啥的 或者甚至提拔了 他追求的数量性增长 我们很少有人像今天这样追求的是 是这个质量效益性增长 所以现在中央在强调要我们改啊 从数量的粗放数量增长 效益增长 这是个增长方式的根本性的转变 好了 那就你得看啊 南方北方不同气候带覆盖下 嗯 什么样的海拔高度 什么样的地理条件 他能够形成那种品质最优的作物 这个东西 为什么强调作物而不是简单说农作物呢 是因为这个万物 包括那些动物们 他们动物们也是生物链吗 那你没有好品质的植物就没有好品质的动物吗 这是一个道理啊 所以那就在这一带 我说对南方那个县呢 我说的是八百 你要再往北方走呢 可能就到七百 那你过了这个淮河以后呢 很可能就六百 你再过了黄河 那很可能就五百 再过了长城 很可能就四百 甚至很可能就是更低 二百还三百 那大家可以比较 不同海拔高度上的不同 就是不同气候带 不同纬度条件下 嗯 那样的不同海拔高度的作物的品质 自然漫物 它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了 我们把这些东西当成我们推进城乡融合的基础条件 我们的干部要学会说山多高水多长 我这的水资源到底怎么样 它含哪些创物质 它对人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养 含养作用吧 那我知道山水田林湖草 按习总书记说 它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生命共同体对人类生命之间 它是个什么关系 这些才是我们这些搞成城化的人 要高度重视的新知识 所以我说我讲的这个第三个观点 我们怎么推动城乡融合与城镇化建设 就小城镇建设 首先是要改变我们过去粗放数量增长的那种 只抓平面资源来搞建设的老思路 改为抓空间生态资源 然后还要体现生态资源的综合规划系统开发 因为习总书记讲了 生态空间资源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它具有很强的公共属性 如果你把它切碎了去卖 那你相当于把人生卖个萝卜价 它必须是整体的 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观点的时候 最后咱们就讲第四个观点 就讲讲习总书记的这个两山理论 对于我们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建设 它是个指导思想 怎么理解它这个指导思想 这一点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段落 最重要的最后讲 两山 习总书记到我们东北已经讲了 临海雪原也是金山银山 甚至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特别是随着我们看 假如说冬奥会能够顺利举办 中国将会出现一次冰雪运动的高峰 想想我们有多少亿人 再想想我们有多少有消费能力的 可能就是成为冰雪运动爱好的这么一个一个庞大的群体的 他要看他进入冰雪运动的消费能力 我们也都知道发达国家在这个冰雪运动的大国呢 他其实有很多就像打高尔夫的人 他会不断的去寻找一个一个的高尔夫球场 他在不同的球场去打 去体验那个不同地形的那个高尔夫的乐趣 一样搞冰雪运动的人也是在世界上到处去 去找不同的冰雪运动的那个那个条件 他要体现不同的那个那个冰雪场的 对他对他的已经有的技能的一种一种体验 所以这个体验特性非常非常重要 那因此就是所以人家习总到了东北就把林海雪运 冰天雪地都叫做金山银山了 当他说山水田林湖的时候 他后来又加了个草 后来又又有农业农村部的同志给他加了个沙 就他这个提法呢 就不断的使得两山理论所对应的那个新空间生态资源 我们把叫做新生产力要素不断的扩张 新生产力要素扩张到现在八九种甚至十来种 我们说什么也是呢 阳光沙滩蓝田白云 林中的鸟青蛙蝴蝶 蜻蜓各种各样的动物们 各种各样的昆虫 都是空间生态资源要考虑的 这个其实已经在考虑了 比如各地这个搞这个水坝 那就得给人家鱼流出了一个回游道 你就不能严重的妨碍水生生物 人家自身的规律啊等等 这些一样 在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开发中 特别是和旅游和和公园等等和这些和度假区和休闲养生地等等 跟这些东西开发结合在一起的时候 什么是你们的生产力要素 过去大家说资金劳动力和土地 现在呢空间生态资源极大的拓展了生产力要素的领域 我们其实至少可以在生态空间资源开发上引入十多种新生产力要素 并且有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这些新生产力要素是不可轻易分割的 一定要记住习总书记的话 人家说这叫做生命共同体 因为它不可分割 因为是生命共同体 它才具有公共性 也因此在空间生态资源开发上 必须体现空间正义 简单的私人开发 我们过去招商引资请了个投资人 投多少啊 你给他多少优惠 这样他就把资源占了 但实际上过去这种开发是严重的 有被生态文明战略的原则 我们还举海南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三亚 三亚这个是最好的黄金沙滩 那就是蓝天白云啊 碧海沙滩啊 但当年海南刚建省的时候 穷啊 没财政 就把这个三亚的最好的金沙滩 以荒滩的价格卖给外资了 那外资在这就盖了个大酒店 对吧 大酒店现在一晚上 一个床位是一万多 难道是那床板的钱吗 是那钢筋水泥的钱吗 他一盖十号二十几层 就把人从外边在想看到这个啊 碧海蓝天啊 看到黄金沙滩呢 把这种景观就挡住了 他酒店前面这一大片沙滩就 就当年是卖黄滩卖给他的 结果就占了大便宜了 就是生态空间资源被你切块卖给人家了 你就完了 还有一个我前不久去的一个一个村 他的整个里这个村是一条沟 是一条非常风光几泥的一个 一个风光以泥的这么一个一个 一个山景 结果也是简单的切了一块给了一个投资商 得当这个村再想搞旅游开发的时候 最好的旅游地 已经不在他村子手上了 变成人家的了 你说他怎么办 这是一个很 就是你在想开发的时候 那个沟口上 已经是旅游公司设了卡了 然后就人家把那个旅游大巴安在很远的地方 整个条道都被人家占了 就一旦你你没有一个这个生命共同体的概念 你不是把它统一规划了 你没有这个系统开发 个别的资源被少数人占有 这背后当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生 但总体上这不是一个科学发展观的概念 这也不是一个符合习总书记两山理论的做法 当我们讲到这的时候 为什么说两山理论重要 是因为习总接着提出的 提出两山接着提出的就是新生上的要素的结构 那就是山水田令户草沙 甚至我们说得加上什么呢 加上石头 然后前不久在贵州一个地方看到人家在种少草 这个叫叫叫叫什么铁皮石壶 他那叫金钗石壶 那这个石壶是要用种在石头上的 那过去连乱石沟 完全没价值 现在就是宝地 因为他一亩石头钩的产出 比一亩田地十倍以上 这田就不如那个钩了 那钩的你没法算面积啊 有些时候三千都石壶算一亩钩地 这么来算 过去不是标准化 因为钩他去里拐弯 他乱石钩啊 他没有任何 没法测算 他多大面积对吧 现在就按你有多少石头 种了多少石壶 来算他的面积 想想啊 这些就是不断的 随着经济发展不断的 他就变成了新的要素 他可以用来产生你的收益了 所以当我们说习总把这个两山理论 不断的扩张 变成一个新的结构化的 这粘连在一起的生产力新要素的时候 他强调了生命共同体 这不能切开 他要你们搞质量效益性经济 这是一个连带的 那好了 他接着说生态经济怎么搞 人家说了 生态产业化 产业生态吧 那已经搞成了反生态的那种方式的 比如我们一些旅游公司 把这个旅游资源圈 然后把那个旅游大巴 安排的远远的 让你们要进山 早早的把车停在山外边 你就等于把那优质客户挡在外边 人本来是自驾游的 就你非让人家挤在大巴上 然后人头喘痛的 到你那个最核心旅游点上 那连拍个照的那个时间都等半天 你这就等于你你让人家只消费一次 人家有这种在你的 在你的优质景观资源上 做更多消费 他愿意在那发呆的这批人 这有消费支付能力的人 就被你拒之门外了 然后为了收这些人的钱 你们下山的道 还弄个S型的商贸易条街 卖旅游产品 弄得不胜其烦 所以尽管我们现在每年的旅游 旅游这个参与人数是增加的 旅游消费的那个水平 确实并不上得去的 这就是用工业化的方式 占有生态资源 用资本化的方式来占有资源收益 但却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那接着还有很多下乡的这个旅游投资人 干什么呢 把两个村包了 我把老北京赶走 说这两个村 过去的古建筑比较多 那就由旅游公司把它包下来 然后呢旅游公司来统一开发 当你把人赶走 这个村子原有的文化就死了 我们有多少村 现在是死气沉沉 早上9点钟上班 5点钟下班 这样的村庄旅游 难道有人愿意来吗 相反 你像屋镇这种地方 老百姓还在那生存着 自己开了民宿 开了各种各样的小吃店 各种各样的小纪念品店 那他一直到晚上90点钟 仍然是熙熙攘攘 仍然很多小青心啊 小确定啊 他们要去体验乡土生活呀 不同的做法 形成不同的效应 很多人批评说 这个北方人干的太粗放 你们也别忘了 可有干的好的 把文化变成资源来消费的 其中比如说像人家 那个陕西的原家村 人家这个村没有理由资源 无外会人造了一些景观吗 就是所谓的啊 古代的那种建筑风格的 这些戏楼啊 池塘啊等等 各种各样的 其实都是人造的呀 那他怎么能够让那么多的游客来呢 首先他就是本村 第二呢 他是把整个他们这个陕西关中 这一带的能工巧匠 所开的各种作坊 他发工资 给你们这些作坊的匠人 让你们在我这个村 一条街上 一个一个的作坊 一个一个的铺子 啊 不许重样 一个门脸就是一个铺 啊 当然 这些也包括那些食品铺 食品套一样的呀 那他们也是用这种方式 形成了 每一个门脸的液态各自不同 他造成了一种 观中的店铺 作坊支撑的饮食文化 这个哪有 没有 我们很多地方都是什么呢 我只把这条街租给商户 商户一看 比如卖堂壶赚钱 插开一街堂壶 哪有人还愿意这么消费啊 他就坚决不许 不许就你们 开重复的 重复的铺子 不许 比如我举那个例子 他们有一个馒头铺 那只能卖馒头 一个馒头顶多卖一块钱 那他就算卖一千个馒头 一天不够本 另外旁边一个卖羊肉汤的 那他一碗羊肉汤 十几块钱 他卖一千碗羊肉汤 他就收入的比那个要多十倍以上 有十几倍 那这两者怎么平衡呢 一个穷啊 一个富啊 有他建立合作社 把你们这个小吃街上的各种业户 大家加入的合作社 合作社分配 说不能少的卖馒头的 因为吃羊肉汤的人 同时得手里拿块膜 他说你们俩得配套 那怎么办呢 大家建立一个合作社 做到 说我哪怕补贴给你 补贴你达到中等收入水平 我也不能让你去干别的 你说你卖馒头能不能卖包子 不行 只能卖馒头 因为有包子货 卖馒头说能不能打烧饼 对不起 也不行 因为有烧饼货 你看看 这个他就一定要保持住 形成一种饮食文化的 百业兴旺的多业态局面 这就不是我们工业化时代那种思维 所以我特别提醒我们北方工业化地区的朋友们 我们过去啊 二十世纪 我们曾经非常先进 因为我们是工业化时代 现在进入到生态文明时代 假如我们不善于把我们在工业化时代所形成的思维乃至于我们的理论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制度体系调整到生态文明发展 那我们即使有城乡融合发展这样的国家战略 我们执行起来恐怕也还不是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城乡融合 我再举点例子 大家就更清楚了 比如你们都知道 今年三月三十号 习近平总书记去浙江的渔村 去看望大家 因为渔村被叫做两山提出地 你们看到那个电视画面上 有些在那个渔村那那那的那些群众 见到了习总书记跟他打招呼啊 总书记好啊 他们互相之间有交流 那些人什么人 人家说干部 我说错 在渔村的人不用干部陪着 因为他们什么呢 大部分上海人 在渔村本村的原住民啊 本村村民 剩下八百人左右 那大部分在渔村有三千个以上的人口 是上海来的 还其中还有大概一两百是外国人 为什么 就是他们渔村的村庄的整体规划 是欢迎城乡融合的 是让城里人进得来的 很多人觉得这个不对啊 你城里人不能买农村的宅基地 谁说他买了 人家是租的 人家要长租 多少呢 四十年 人家说不对啊 这个宅基地 这个这个农村物业最多的转让二十年 我说人家就不能在二十年后边加一条 对吧 你一个上海人到我这个渔村来 你想包我的一栋宅子改造 嗯 那你只要按照我的规划咯 你不能超高啊 那你怎么改造是你的事 对吧 那我这栋宅子租给你 多少年呢 签一个合同 先签二十年 然后在最合同的最后一页加个付条 就付一个合同条款 说在期满之后 按原合同内容 优先去租 是不是可以保证了四十年了吗 够了 那我另外一个 你不是像人家那个 那蒙古有一个叫达拉特奇 树林昭镇 这个镇党委书记是个政策研究人员出身 盛言师主任当了镇党委处理 他组织镇党委一般人认真的把所有的文件和法律收集起来以后盯着一个本子 咱们一定在法律法规啊这个框架之内来干事 他说发现他可以搞三十年的长租 比如说他就这儿就办三十年 没有我们三十年不违法 比如这儿外来的这些市民在他们这儿租一租一个院改造这个院子 他那几乎不用建楼房 平房就行 院子很大 市民就等于离这个大同事大概只有一个小时奢成 有很多市民 我去调研的时候还看到有市民两口子过来看院 然后他再搞了一些内部的天使投资 搞了内部的农民合作社金融 这些市民作为叫做新社员 你们可以投资啊 你们可以在合作社贷款呢 因为你们投资你们就等于合作社法规定 可以吸纳百分之二十的外部社会投资 那你们的投资占百分之二十啊 你们就可以变成新社员呢 新社员就可以在合作社内部做融资贷款呢 那你可以在合作社内部融资来交首付啊 这就吸引了很多 有一定的这个经营管理能力 有一定技能的市民下降 所以我们这个城阳融合呢 很大程度上过去大家以为就是农民为主 我得最后作为一个提醒哈 得告诉大家 我们其实要做到什么呢 做到有投资能力 有康养需求 有生命产业发展的这种要求的这些人 就是市民 不管他是什么人啊 不管他国内国外 他只要是这种人 有这种需求 就应该是鼓励他们 加入到城乡融合发展的这个大潮之中 他应该让市民成为乡村小城镇建设的重要的力量 这些人会带来一个多业态的发展 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 就是农民发展农业 不是的 中央早就强调了一二三产融合 我们农业农村部的这个韩军部长 他强调的是六产融合 我们自己把这个六产融合进一步上升到 第四产业就是生命产业 以康养受养一养这三养为主要形式的生命产业 第五产业就是服务于生命产业 服务于一二三产融合的文化和教育产业 再往上 第六产业 那就是新兴经济和历史有机融合 就是我们一个历史的传承 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怎么让这些在我们的城乡融合发展之中 有机的成为一个整体 带动生态文明战略 在我们的城乡融合发展 与小城市中建设中得到贯彻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好了一个半小时到了 我的课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